韓國女生的牛奶肌真的非常非常的亮 終於找到養成這個韓國女生牛奶肌的秘方 就是她 桃花錠 哇 桃花這個名字好吸引人 皮膚要顯年輕跟要有光澤度 其實就是要避免很多可怕的兇手 有沒有發現那個韓國女生的牛奶肌 他們除了透亮之後 你不知道他們到底是用了什麼保養品 還是到底是擦了什麼化妝品 才會有那個牛奶肌的感覺 然後我就自己非常認真的搜尋 後來我就打聽到這個 就是她M2的桃花錠 她這個名字好吸引人 我跟你講 桃花錠 你光看這個盒子 就是有那種粉嫩感 因為它裡面其實就有好幾種很厲害的 四重的升級成分 比如說像是骨光甘炭 這個骨光甘炭裡面其實就是可以讓你放鬆 讓你好好睡覺 因為好好睡覺其實就是你要養顏美容的第一步 因為你睡飽了 才會有自然的光澤 然後再來呢 還有高濃度的POOG 它這個膠原蛋白呢是分子非常小 其實在選膠原蛋白的時候 我自己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一定要選 分子小好吸收的 然後裡面呢 像還有這個 西茵度櫻桃C 它就是非常高濃度的維生素C 可以養顏美容的聖品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高濃度的牛奶塞洛美 它就是呢 比玻尿酸還要更保濕 那它裡面呢 拿出來就是這樣一排 我吃膠原蛋白這條路上非常的辛苦 就是我從20多歲就知道 膠原蛋白女生太重要了 所以你一定要謹慎挑選之外呢 你一定要吃吃以恆 就是一定要甜甜吃 可是甜甜吃你就很怕說 你買那種瓶裝或是粉狀的 第一個就是泡沖泡的時候可能不太方便 第二個就是腥味可能很重 然後你就會懶得喝 然後帶的時候不方便 那像它因為它很好攜帶 那你也可以帶出門 放在包包裡面 我覺得由內而外的保養真的很重要 因為呢 你的靈魂會一直往上 可是視覺裡面你可以靠自己